大家好,海外僑胞向来与国家进步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是台湾国力的延伸 如果我们能够配合国家发展的需求 适时的引导海外僑胞丰沛的能量与国内来合作 以及海外台商人脉、资本与技术回游台湾 将能大幅提升台湾在科技、社会及经贸等领域的发展动能 对于提升台湾的国力会有很大的注意 为了提升台湾国家发展动能 侨务委员会规划了这个部长讲答 我们邀请中央机关部会首长到侨务委会来主讲 就政府目前各领域重要政策与海外僑胞来分享 以利侨胞了解国家发展的现况及重要政策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唐凤部长来部长讲堂 唐凤部长是我国最新成立的部会数位发展部首任部长 也是推动总统宣誓打造台湾成为智慧国家的灵魂人物 数位发展部将整合电信、资讯、资安、网路与传播五大领域 唐部长常讲我们的数位发展部就是要往前冲 带动台湾的产业发展 那么破坏整个国家数位发展政策 统筹基础建设及资源运用业务 我们要确保国家支通安全 促进跨域数位转型 并提升全民数位任性 唐部长自2016年10月到行政院担任数位政务委员 负责开放政府、社会创新与青年参与等三项业务 透过从自己办公室做起的方式 向事务官同仁们示范如何运用数位科技 简化行政作业流程 提升讨论及决策品质与透明度 他曾经也担任过行政院虚拟世界法规 调试计划顾问 国家发展委员会开放资料咨询委员 以及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发展委员会委员 在国际交流方面 唐部长持续与全球各级政府 在数位治理领域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开拓开放政府外交及数位外交 我记得当时我在泰国担任大使的时候 我们唐部长有到泰国来访问 各界无论是官员或者媒体或者学者 都非常期盼能够跟唐部长能够见上一面 所以可以看到唐部长在整个国际社会的知名度 非常令人敬佩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唐奉部长 立会来谈论强化全民数位任性的主题 在当前台湾保受数位与网络安全威胁的时刻 相信大家感受格外的深刻 接下来我们就请唐部长与我们分享他精彩的分析及见解 谢谢委长 谢谢委长 我一下下 我就从这边转过去 那等等 那个讲话是靠这一边 中间跟进去 好 好 那我们趁这个空檔 那个 等一下 因为我要重过去所以我们要定格式 好 等一下 好 好 好 等一下 来 3 2 1 唐部长 你好 委员长好 非常欢迎到乔委会我们的部长讲堂 是 这个大家对于我们现在刚成立的数位发展部 非常的好奇 是 那我想可不可以请唐部长跟我们全球侨胞 简单解释一下他的功能跟任务 那特别是未来要如何发展能够强化我们全民的数位任性 是 好 谢谢委员长 各位乔包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数位发展部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 还有我们应变的这个任性这三方面互相配合 那我举例好比像说在我们过去两年多来在疫情的时候 全球都碰到一样的问题 有一些国家呢它是靠非常封城啊限制大家的行动 人权这样子的方式当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也牺牲了经济还有人权 也有一些国家觉得说那经济啊相当重要要尽早开放 那当然在公共卫生上面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在台湾我们知道我们完全没有过任何一天的封城 所有的行动自由言论集会自由都是受到保障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保障了大家想这些新的想法的自由 我们透过数位的发展的平台让每个人想到新的能够防治疫情的好主义 好比像说怎么样做疫情调查的简讯失联制 或者是怎么看哪里还有什么口罩啊的口罩地图 后面的快筛记地图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反而是靠着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民主的公民社会一起来想出能够有效的防治病毒的方式 所以让我们不但保持了经济的成长 而且也没有封城 还有在最近几年 我们也受到很多境外的假讯息危害的攻击 那有些国家面临这些假讯息的危害 他们就封城了 不是封城了 就是把言论下架嘛 把媒体下架去管制网路的揭取等等 那当然也许也取得一些效果 但是呢就让公民社会跟民主呢会倒退 那也有一些国家觉得说那不要管制这样子 但是呢越演越烈的结果 变成好像民主就激化 变成两边都不听彼此的讲法 到最后好像民主也变得非常的混乱 那在台湾的情况同样的 我们是靠我们的公民社会有所谓的数位的素养 所谓素养就是你看到的假讯息 你不是去转传它 而是你去查一下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先查证再转传 转传的时候就会附上你查证到的结果 有很多公民社会的朋友 像真的假的这个社群 或者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Michael Penn 兰姆酒吐司等等 这些再加上我们的趋势科技啊 Husco Google Look啊等等的这些能量 变成了一个全民联防的防治假讯息 跟诈骗的生态系 所以像这样子的全民数位韧性 就是我们工作的这个基础 在以前有数位发展部成立之前 如果要导入这样子新兴的这个做法 我们有像总统杯黑客松啊等等的活动 但是呢 因为有很多数位相关的这些业务 它是分散在不同部会的底下的三级机关 但是这些部会的首长本身不是以数位作为主要业务 所以这个协调成本就会需要好几位部长 再加上数位政委 比如说两三位政委 加在一起才能够协调 好比像说低轨卫星啊或者是5G专网啊等等这些新兴的事物 但是呢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三级机关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变成数位发展部 所以像大家看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 乌克兰非常充分的使用了非同步卫星 让全世界的朋友及时的就知道 泽勒斯基现在在哪里 在想什么等等 那像这样子的非同步卫星的运用的方式 不管它在资安上面 在建设上面 在全民知道怎么样利用上面等等 现在就全部都移拨到数位发展部里面 那我们会来进行这方面的统筹 以上简单的说明 好非常谢谢我们部长的说明 我相信在过去他担任政委的时候已经奠定了基础 就是说如何透过开放社会 还有我们透过一个社会创新 那么整个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也就是说如何用一个民主的方式 自由的方式 然后透过数位的能力 来带动整个国家更进步的发展 那这个也是数位发展部成立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面 我相信说刚刚提到 有些全民数位任性的概念 那我想对于乔胞来讲 他们在面对很多台湾的讯息 他们也非常重视 但如何能够去区别这些讯息的真伪 我想刚刚部长有提到 但能不能再稍微更具体一点 跟我们乔胞来做分析 特别是说如果台湾发生灾害 那这时候如果确保 我们的整个咨询是畅通的 我想是不是有些实际的做法跟经验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委员长 我们可以看到在像刚刚提到的 真的假的或者是台湾市场合中心 等等的社群 它都奠基在第一手的新闻的报导 这些材料上面 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 随时都想要再看第一手的 这个从基辅传来的影像画面等等 这个时候如果网络通讯是不通的 这个需求还在 但是没有供给了 那么所有那些侵略者 他们合成出来的那些假的影片 大概就会弥漫在所有的这些媒体上面 所以只有第一手的现场的即时的影音报导 才能够让我们克服这种假讯息 在特别是战争的时候 但是也包含像台风 地震 天灾的时候 大家关心嘛 所以什么资讯都会想要吸收 那第一手的资讯 才是克服假讯息危害的方法 那我们也了解到说 我们现在连外 就是台湾自己的线路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连外面的线路 大部分是靠海底电来 也就是海岚 那海岚如果真的发生很激烈的冲突的时候 大概一定是对方一定想要考虑攻击的目标 那如果海岚它对外的通讯能力出问题 虽然我们内部的行动网络 像乌克兰的情况 是你不管哪家电信商的手机 他们就开通全面漫游 就是你只要收得到讯号 就可以保持彼此通畅 但是讯息就只能在国内传 就传不出去了 因为海岚可能是受到威胁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采用非同步卫星 我们从明年1月开始 我们规划要在全台湾 布建700个这样子 非同步卫星的地面站 以及我们在国外也尝试 布建三个点 确保说不论海岚发生 怎么样子的事情 我们在这些紧急应变所需 有战略需求的这些地方 都可以去确保说 Etatron即时与因能够传得出去 传得上去 而且除此之外 非同步卫星还有一个很好的用法 就是不像是5G或4G的基地台 它是基站 就是它是固定的 这些接收站呢 就像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一样 可以随时移动 甚至你架在车上 只要有太阳能板 你可以就是持续保持供电 发电等等 所以不管是在航空器 或者是在船舶 或者是在车上 只要你继续保持这样子 对上面连线的能力 它本身就是好像移动式的基地台 可以让旁边的人 也能够接取到国外的资讯 也可以把资讯传递到国外 所以我想大家关注 就是台湾的状况的朋友们 可以比较安心 就是我们现在透过多元抑制的方式 可以去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就可以透过 大家平常习惯接取的新闻媒体 来接受到来自台湾第一手的消息 谢谢部长的说明 我想这个700个行动卫星 它是部署在一个地面的移动的车体上面 那这跟我们之前提到的 STAR LINK低轨的卫星 是不是有些不一样 所以是不是再请部长 正在这一点能够做一点说明 那未来是不是我们跟STAR LINK 是不是会有些可能的连结性呢 来透过这种卫星没有任何地理环境的限制呢 是 谢谢委员长 我刚刚提到的非同步卫星 可以吗 谢谢委员长 我刚刚提到的非同步卫星 包含了低轨跟中轨的卫星 那目前在世界上有相当多家 那STAR LINK当然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 是名气最响亮的 那也是目前卫星的数量比较多的 那我们当然开放 包含STAR LINK在内 任何能够去配合我们 在这700个点去做各式各样的实际的测试的朋友 那我们所谓多元意志嘛 就是不一定只跟一家厂商合作 但是当然STAR LINK我想在这里面是最知名的一家 谢谢 我想海外侨胞呢也非常关心台湾的发展 所以刚刚还要再来一次 你有看一下转过来 没问题的 好 那我就继续讲 谢谢唐部长的解释 海外侨胞呢也非常关心台湾的发展 那万一海外攻击台湾 当然特别是对岸攻击台湾 那我们这些侨胞也很希望来协助 那在这个角度上面 我们的侨胞能够提供什么的协助呢 是 当然防患于未然嘛 所以在还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在好比像刚刚谈到非同步卫星等等 就很需要了解这个资讯安全啊 或者是资讯架构啊等等的脚包 你即使没有回到台湾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自由软体的这个社群 了解到我们使用的最新的这些架构 我举例 好比像说在Pelosi访台的时候 当时呢 Speaker Pelosi访台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不管是国防部啊 或者是总统府啊 等等的这些网站 有的时候呢 连线比较缓慢 半小时一小时 但是呢 这个连线比较缓慢的情况呢 常常就让这些放假讯息的人说 他已经成功入侵国防部 入侵总统府 当然不是这样子嘛 你打电话 打1922 打到他战线 不表示你入侵指挥中心啊 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但是呢 有的时候 这种资安的攻击 就是跟假讯息的所谓心理战 它放在一起 变成所谓的混合战 所以呢 我想要提醒所有僑胞朋友 就是说 先多了解一下 像这样资讯战混合战的这个情况 心理呢 产生了抗体 就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讯息所误导 而且呢 我们在当时呢 我们数位部的官网 刚刚就上线 那我们也采取了结合web2 跟web3的这个新的方式 透过叫星际档案系统 web3的IPFS的系统 去确保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贡献出 自己的电脑 自己的硬碟 去帮我们的官网做备份 所以只要全世界200多个地方 20多万台电脑 任何一台还在线上 那这个路由就可以 还是揭取到我们的官网上的资讯 那攻击者当然不可能一下就瘫痪掉 那么多台电脑 所以除了跟传统的资案业者 或者是所谓的内容传播 网络的业者合作之外 任何人也都可以透过加入web3社群 IPFS网络等等 去贡献出自己的资源 帮我们去做备份 跟做治安的可用性的讲话 那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接近年底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公共城市 public code 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多 从数位部释出的讯息 非常谢谢我们唐部长 那么事实上 唐部长在过去在行政院的时候 已经被日本称为说天才部长 所以他对于整个网络 这个资讯还有相关的科技 是掌握的非常的前端 那但是呢 我想侨胞呢 有时候听起来还是会有点模糊 就是说今天web2 web3信机档案 或者我们讲说 这个非同步的卫星 可能侨胞呢 还是听得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所以我在想说未来是不是唐部长 可以考虑 能够做一个类似的示范 演练 能够让所有侨胞呢 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们可以真正来运作 因为毕竟海外的攻击可能随时发生 所以我们也不能等到说 现在有攻击了 所以侨胞你们自己看得办 所以我想这部分呢 或许唐部长未来可以评估一下 那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因为数位发展部呢 也是代表台湾迈向的智慧国家 重要的一个部门 那在路关当中 我们这个数位发展部 因为非常新 所以很多名词 很多我们内部的这个组织的架构 也非常新领 比如说我们有民主网路师 我们有多元宇宙科 我想这些呢都引起了台湾内部 这样的一个课题跟讨论 当然包括在立法院 我想这个在野党立法委员 在前阵子也咨询了院长 什么叫多元宇宙科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请部长 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民主网路师 什么叫多元宇宙科 还有一些新的想法 可以让我们乔包更容易理解 当然很乐意 我先来讲多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元宇宙Metaverse 大家知道 就是一种沉浸式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化身 好像在Minecraft 那样子的游戏世界里面出现 然后在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 那什么叫做多元宇宙呢 不举例 好比像说大家现在可能都有一个手机号码 有一个门号 你可以跨网 甚至还可以漫游 可以跨国 打到别的电信商的别的门号去 那那些电信商的那些门号 跟你的门号的开头可能不同 在你打电话的时候 除了可能费用比较贵一点之外 听起来就跟你打到网内的电话 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呢 如果你的电信商 它现在提供的服务不好 或者是你搬家了 觉得讯号在新的地方很弱 在台湾 我们可以很容易换家新的电信商 但是不用更改你的手机号码 这个就叫做Portable Number 或者是吸马 吸带号码的服务 在有吸带号码之前 因为你要改变一个号码 名片要重印 联络簿要重新 这个是有相当的门槛 所以比较容易造成什么呢 先来市场的会大折恒大的这个结果 但是自从有了吸马 再加上比较合理的 就是往外互打的这样的能力出现之后 现在就是你服务好的 它的通讯品质高的 是良性的这样子的竞争 那但是呢 大家看现在元宇宙相关的平台 无论是Facebook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未来可能Apple等等 你用这个账号传讯 Messenger只能传Messenger的讯息 它不能传到Google Talk那边去 Google Talk要传iMessage的讯息 现在好像很多表情符号也收不到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之间互联的方法 而且你说我今天不用Facebook Messenger 我不用Instagram了 但是我联络簿想要保留 我想要online就可以传给我本来的朋友也传不到 所以不但没有跨网互打也没有喜马的服务 那这样子的话很多元宇宙 就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它自己的小宇宙 而这个小宇宙就长不大 为什么最大的那几个就已经垄断掉 所有大家的使用的模式了 变成社会如果有新的想法的时候 要受这些跨境大平台的安排 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安排 我们互通的方式 就像良性竞争那样子 所以多元宇宙科 就是要在多个元宇宙平台中间 去找出这种喜马的方法 现在欧盟跟很多先进国家 已经开始律定 这样子从跨网互相传讯息 到接下来群组聊天 到接下来视讯 都必须要好像Type-C的插座那样子 都变成互通性的标准 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多元宇宙科的工作 至于民主网络司呢 在其他的部会会叫做国际合作司 国合司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合作的这些单位 就像Web3 它上面我们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个国家 可能是一个网域 就是点TW或者GOV.TW 因为在那个上面讲的是网域 讲的不是领域 所以他的合作呢 就跟国与国之间 外交承认什么不太一样 而是说我是GOV.TW 这个网域的负责人 我们一起来谈点TW 跟你们点什么点什么 怎么合作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合作的价值 就不是看地缘的远近 它离我近还是远在地球上 而是靠价值的远近 它是喜欢民主呢 还是喜欢专制独裁呢 那因为我们没有要跟 喜欢专制独裁的去学习去合作啦 所以我们就叫民主网络司 是特别网际网路 来建立我们的人际的民主网络 非常谢谢唐部长的解说 我想真的是有点提无观点 就是经过这个解说之后 才能够理解这些字面 所蕴含的深刻多层的意涵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科技的进步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这个生活事实上又 进而改变了我们的科技 甚至呢改变了我们的产业 那不仅如此 政府呢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 或者说这样的进步的动力 那因此呢 乔委会目前我们也在努力 希望能够在年底前 推出我们的乔宇宙 就是刚刚唐部长所提到的 我们怎么用元宇宙 然后结合更多元的通讯 或者说各种科技的能量 能够让我们来服务乔包 所以呢我想未来呢也希望 我们再跟唐部长来做请教 能够让我们未来的这个 乔宇宙更加多元更加民主 那接下来我想要跟部长 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这是一个数位发展部 成立的一个新的目标 叫做数据工艺 这个看起来非常炫 那能不能也请部长再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数据工艺 到底什么意思 那乔包可不可以去贡献一些工艺 透过数据的方式 好来请 是 不好意思 好OK 还好不是节目 哈哈哈哈 我们节目时间应该OK吗 没有都还好 反正这个都可以剪 都可以剪吧 对那音乐放在YouTube上面 是是是是 不就是有免质之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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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最後我們用英文稍微採訪一段給我們的喬親 當然啦 所以這樣我相信又會更加特殊一點 當然 還是就最後一題用英文好了 因為這是不一樣的 兩件事 因為整個節目中文是一個 另外一路就是 我想大概幾分鐘就好 這是很簡短的說明 我想這樣的話 我也不要問問題了 就是 我就簡單說 Mission啊 有方權啊 好啊 沒問題 所謂發展部是DO MODA MODA Miniatary of Digital Affairs 就是跟Mofa一樣 Miniatary of Digital Affairs MODA MODA的意思 我知道 知道哪幾個 部長不好意思 等一下試看電機 不要調整一下 好 那就直接換他來說了嗎 對對對 好 我們準備繼續囉 那請部長就回復這問題了 來 錄影準備 3、2、1 謝謝 謝謝委員長 數據 就是在應用的時候 跟各自無關的資料 英文叫 non-personal data 捐出一些non-personal data 來讓世界變得更好 就是數據公益 我舉例 好比像說 在台灣 有很多的學校 它會放一個叫空氣盒子 它也是一個自由軟體 自由硬體 去量測附近PM2.5等等的空氣品質 所以這些學校的學生 就像我們小時候養殘寶寶一樣 可以很完整的了解 資料從蒐集到處理到利用 資料如果不準確 要怎麼樣 怎麼用旁邊的側站 來校正自己側站的資料 等等的這些資料的素養 而因為這些資料是無關各自的 當它應用的時候 無關各自的這些數據 可以做什麼呢 好比像說它的家長可以決定 今天是要不要出門爬山 這個對肺部會不會有影響 以及有一些公民團體 也可以用這個來監測說 附近是不是有不當的排放 污染源 財閥等等 這些都是公益的應用 我再舉例 好比像說在疫情的期間 在台灣有朋友研究出 只要靠X光片 就可以快速的判斷 是不是COVID的確診症 這樣的技術 這個就是靠全世界的醫院去捐出來一些 已經無社各自 無法還原到當初的病人是誰的 這些X光片 以及有沒有確診的這個資料 那透過訓練之後 同樣的變成一個機器訓練的模型 我們應用的時候 不侵害當年這些病患的隱私 但是呢就可以幫助我們做快速診斷 那最後呢 我們有一個健保快意通 那在疫情的時候 2020年 大家如果記得 當時他是按照配額去領口罩的 但是如果你家裡有口罩 你可以選擇不去領 然後在這個APP上面 自主的說 那我前面沒領的口罩 我希望我們的外交部 去把它捐給全世界需要幫助的人 造成一個良善的循環 那其實沒有多久 我們就募集到了700萬片口罩 去捐給全世界 在2020年 當然真的善的循環發生了 2021年很多這些國家 大家就把疫苗捐過來台灣 所以我覺得數據公益 是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想一些 新的做法 那也很期待 大家提出創新的作為 我想 唐部長真的結合了民主 自由開放這樣的理念 所以讓整個社會的公益 能夠持續的推動 當然不僅是單純說個人去捐獻 而是說本來存在一些訊息 可以透過一種管道 能夠來捐獻 那它也會對於社會的良善 整個社會的公益 有更大的進步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到說 社會發展部非常特殊 他在他網站上面就講說 我們叫CC0 Non-Copyright Reserve 那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字眼 大家跟剛剛數據公益 這邊 數據公益 可以 我們也看到 數位發展部的官網 上面就明明白白寫著說 CC0 Non-Copyright Reserve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吸引的概念 是不是剛剛跟我們的數據公益 也有一些關聯性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部長來分享 是不是我們 數位發展部 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程式碼 跟相關內容都要放棄 我們著作權的這個方法 那開放給我們所有人來使用 那這樣對我們國家的公益 是有幫助嗎 是不是請部長來跟我們解釋一下 是 確實是很想像的 我們冷氣沒有開齁 沒關係 對 抱歉 那這個 這個隔音不這麼理想 沒問題 OK 林軒也習慣 要不要喝點水 沒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好 稍後我們先 我就直接回答 好 來 3 2 1 謝謝委員長 確實是很像 剛剛提到的是數據 data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是城市碼 包含我們官網的整個後台 剛剛講到的怎麼用web3的方式 去讓大家看到這個網站的時候 自己還可以備份下來 而且備份下來 我們版權沒有翻譯不救 所以大家就可以隨時隨地都幫助我們 來做備員做備份 除了內容上面拋棄版權之外 我們的後台的城市 包含怎麼上稿 整個資訊的架構 我們也會在年底 採取公共城市public code的方式 整個捐獻出來 我們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子做的 按照美國的聯邦政府的著作權法 本來美國政府的這些著作 像NASA的那些圖啊 這些太空圖片 對於美國人來講 本來他們的政府就不能夠主張著作權 後來呢 因為開放政府的這股潮流 美國的18F等等的組織 就發起一個運動說 他們不但對本國人不主張著作權 對外國人也不主張著作權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我們在各種各樣的 創作的環境裡面 都常常看到美國聯邦政府 包含太空總數提供的圖片 提供的資料等等 無形之中是一個軟實力的外交 在我們也是一樣的 我們的官網的這套架構 因為它在資安上面 比較能夠抗攻擊 特別是阻斷服務的攻擊 任何其他的國家的朋友 他們一看到 台灣發明了這個 他一定會問說 那我要怎麼樣才能夠設定 怎麼樣才能夠取得呢 那我們就說 那你直接拿去使用就可以了 你在地的廠商 你付它錢 是為了客製化這套系統 但是不是說 好像說你要為了這個著作權 每年每年的還要付授權費 因為你每年每年付授權費的話 我們這邊最新的更新 那它這邊不一定能夠採用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北歐國家 像艾莎尼亞 像芬蘭 像冰島 他們就組成了X Road這種聯防的架構 任何一個人在公共城市上面 發現了新的東西 修補了新的漏洞 等於所有其他加入的朋友 這些盟友 就同時得到這些修復的這些城市嘛 所以這個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的這個道理 哇 這個是一個眾人智慧啊 所以我們政府也可以開放我們的城市嘛 那事實上 僑委會應該我們也可以貢獻這樣的一個智慧 雖然我們可能比不上我們的社會發展部 不過我相信呢 僑委會有一些我們的圖片 我們的一些新聞內容 那我們特別也是僑務通信社 但是我再回來想一個問就是說 僑胞騙你全世界 特別在去年的我們的海外青年的高峰會議上面 我們的前行政院的郭耀皇政委 他應邀來演講 就特別介紹說未來整個數位經濟發展的趨勢 那也提到說 我們海外有這麼多僑親 僑界的青年 事實上都非常優秀 很多念了非常傑出的學校 Stanford, MIT, Harvard 那事實上對於國家呢 可能有些發展 所以我在想說 不知道數位發展部現在成立了 我們這邊優秀的僑親 還有一些僑胞 他們有沒有機會來參與 那如果要參與的話 萬一他們可能不會寫程式 有沒有一些可以貢獻的方式 我們是不是也請我們部長 跟我們來做一點說明 我先喝一顆水 再拿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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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第一瓶水 要不要這樣 你被擔心 看會... 還會... 還好屌喔 就... 這不是不上衣服 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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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好 好 小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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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我就直接回答 要不要再喝一杯水 不用沒有還好 還好 好 這個大概什麼時候過 那您決定 等到你看過的沒問題 我們才報告 我們排十月十九 好啊 那太好了 那樣我們臉子中就已經 對外了 所以我就直接講 對 好 對中間這一集嗎 好 對這一集 好 來 三二一 謝謝委員長 我們已經舉辦了五年的 總統杯黑客松 在最近幾年的 總統杯黑客松的 國際松的部分 無論是去監督各國的政府 他的公共政策 他的預算如何花費 或者是最近幾年他關心的禁鈴 碳排放怎麼樣彼此之間 互相認證等等 這些都是跨國的議題 所以無論你在哪個國家 只要你對這方面的工作有興趣 不需要會寫程式 有的時候呢 是一些設計上面的貢獻 有些是行銷上面的貢獻等等 都歡迎來了解我們總統杯黑客松 跟國際松 那另外 因為我們今年的總統杯黑客松 才剛剛頒獎出去了 所以說在下一屆總統杯黑客松 開始前 這半年的時間 我們又推出了一個新的活動 叫做點子松 點子松的範圍就更廣了 總統杯黑客松是問 明年有哪些點子可以落地 點子松是問 2040年有哪些點子可以成真 2040年是18年後 18年後 就是常常有一些異想天開的 科幻的這個想法 但是就像我們今天講的元宇宙 Metaphos 其實它也是很久以前的 一個科幻小說 差不多就是世界20年前 所以在當時這些科幻小說的想像 到了今天 變成我們整天日常在寫的這些城市 所以呢 只要你對科幻有興趣 對想像我們更加自由的未來有興趣 都歡迎你把你想像中 2040年你的一天寫成一個新聞報導 投稿到我們的點子松 又或者是說你具有拍片或者是建模的能力 你把你已經看到好像先知的那個景象的這個未來 拍片或者畫個圖 讓我們知道 那這樣子我們最尖端的這些研究人員 說不定也會受你的點子啟發 然後讓我們開展一個更好的未來 好非常謝謝唐部長 我想這樣的話 未來我們應該可以跟數位發展部 共同來合辦這個點子松 共同來徵求全球青年 或者我們全球僑胞 對於台灣點子松的一些想法的貢獻 我相信這個想法呢 應該可以激發出非常多的未來的發展想像 當然我們現在回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總統在講說我們的數位力及國力 但剛剛我們也講台商是台灣國力的延伸 所以過去也有在推動數位新南向 也就是說台商在全世界我們有四萬多家 那這四萬多家可以說台灣國力的延伸 但又如何透過我們國家來協助台商做數位轉型 我想這等於也就是我們數位國力的延伸 所以我想說第一個部分我們如何來協助台商 第二個呢反過來說台商也可以協助台灣 那麼台灣的企業想要走到國際 那我們如何透過台灣的這些數位能力的廠商 能夠來跟台商來做合作 共同來拓展國際的市場 所以一方面我想如何透過台灣來協助台商 然後延伸我們的數位國力 二方面如何透過台商來協助台灣 這些數位能力的廠商 也能夠讓台灣的數位廠商進軍國際市場 我想這兩個方面是我們可以邀請我們的唐部長 來跟各位做點說明 謝謝委員長 我們在數位發展部底下有一個數位產業署 我們產業署就是要協助各行各業進行數位轉型 無論是資安、資訊服務業 剛剛提到的AI、數據分析等等 這些呢都不是單獨存在 而是要搭配各行各業的實際需求 跟資料跟人才才能夠幫助他們數位轉型 因此我們不但去拜訪了非常多工協會 聽他們的聲音 我們也去問哪些在導入這些服務的時候 他碰到的痛點是什麼 很多的中小企業的企業主告訴我們 他們主要的痛點就是一開始 不管是他要導入怎麼樣子的產品 資訊的、通訊的、服務的等等 他一開始的那個資本投資 他們覺得太高了 而且有的時候用起來呢 用一陣子發現不合需求 可是機器都已經買了 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產業署提出了雲氏集這樣子的方案 在台灣的疫情期間 有很多的中小企業、攤商等等 因為我們的消費習慣改變 大家開始不太想要拿現金出來了 很多人開始第一次學著刷卡、掃碼等等的付款 所以呢這些中小企業 特別是攤商、零售業 他們就透過雲氏集 讓政府幫他們出80%的這個費用 他們只要出20% 可以隨時去更換 所以他就可以改很多個收銀系統 客戶的這個導入的關係系統 等等這些系統 那他試了不行 他沒有什麼損失 再換一個、再換一個 疫情過去了 我們雲氏集的計畫還是保留 現在是你出一半、政府出一半 所以呢50%的成本 由政府來吸收 可以吸收到高達3萬元的時間 你可以試很多不同的 資福業者所提供的服務 那最好的地方就是這些雲氏集的服務遞送 其實並沒有管你在哪裡 你只要是註冊在台灣的公司 或者是有工商品證的商號等等 你可以很容易的拿一支手機 就開通雲氏集的賬號 就開始媒合我們這些資福 這些能量的這些產業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也很歡迎全世界的財商 幫助我們去做人才相關的對流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看一個叫做T大使的這樣子一個網站 T大使就是我們剛畢業的學生 大學生 他畢業的時候呢 他當初學的科系跟數位可能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呢 他是所謂的數位原生代 他很願意去跟著這些業事去學習 關於數位轉型的種種 那他進入了這些企業或者這些商家 或者這些在地的聚落等等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人去 而是五個人五個人一組 在有經驗的業事的協助之下 好像大使一樣的把數位世界的想法 跟既有的這些產業加以結合 那如果各位從國外看到 也有不錯的可以歷練的部分 因為T大使在過去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部分是服務我們境內的朋友 但是我們也知道 剛畢業的大學生其實很多非常喜歡 到其他的重遊的這些國家去體驗 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工作方式 所以呢 歡迎大家多了解T大使的想法 而且如果能夠跟我們的人才循環計畫 包含AI的培力啊 或者是資料科學的培力啊 結合起來的話 那歡迎隨時讓我們的數位產業署知道 謝謝我們的唐部長 那麼我相信剛剛他解釋之後呢 應該有蠻多可以來協助台上的部分 那如果透過一些具體的方案 我想這個台商都非常期待 所以未來呢我們再跟數位發展部 來請教說 怎麼樣具體落實下來 可以幫助台灣台商做數位轉型 也能夠讓台商幫助台灣的數位科技產業走到國際 所以這部分呢未來我們會跟數位發展部再密切來溝通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呢 是我們數位發展部 就從最後一個問題開始齁 好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呢 是我們數位發展部有個口號 叫FREE THE FUTURE 哇這口號非常吸引人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唐部長 最後跟我們來分享一下 會用這個口號 或者數位發展部 會給台灣所有人怎麼樣的未來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委員長 FREE THE FUTURE 代表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發明了什麼技術 硬要社會來配合這個技術 就剝奪了未來其實更好更多的可能性的發生 也就是說到最後數位其實是科學跟技術的應用 應用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人來配合這個技術 本來的社會的關係 社會的信任好像變成用這個技術來量度 或者反過來我們可以要求技術配合社會 就像剛剛講到多元宇宙的這個想法 是按照我們在地的創新的需求 去安排這些數據的工藝 這些公共的城市 是以大家實際的需求出發 我們這些學技術的 是讓新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來發明發展新的技術 去配合大家的實際需要 只有這樣子我們才能夠保證 我們的未來能夠無限開展 謝謝唐部長今天接受 好 今天到嗎 數位發展部 室外發展部 室外發展部 睡到有點 有點是 要選的 我幫他開就好 要重錄嗎 不用不用不用 好,我們現在要錄音樂的 我要做個結尾 好,可以喔 剛好,我們就斷檢查 那就再轉過來,我做個結尾 非常謝謝唐部長這麼精采又豐富又多元的解釋 我相信所有的僑胞朋友聽了之後都會非常好奇 也會非常興奮,未來台灣 這樣邁入一個數位國家、智慧國家的先進國家的行列 當然在這個問題當中 數位發展部兼負非常重大的責任 我們實體的世界畢竟是有限 但虛擬的世界是無限寬廣 所以如果透過一個虛擬的世界、數位的科技 來帶動台灣整體的發展 但是也能夠協助我們海外台商 來發展 又能夠結合台商來推動國內的發展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那未來呢 我們也會透過《僑務電子報》 來將我們數位發展部各種資訊 甚至各種方案 能夠提供給我們所有的僑胞朋友來做參考 那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數位發展部 新任也是首任我們的唐貿部長 利用我們的部長講堂 來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很快的未來我們會再邀請他 因為他未來有很多業務要推動 大家都非常期待 也非常好奇 所以我們再次感謝唐部長 謝謝您 謝謝委員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謝謝很順利 很順利 最後一段我們用英文 好啊 這個是直播的特別內容嗎 另外給喬清那邊 推特就好 好 大概要多長一分鐘兩分鐘 推特的話 推特我想 我想我簡單說個三十秒吧 然後就可能請你來介紹一下說 數位發展部的功能任務 以及發展未來的一些前景 好 但我說我要講多久 嗯 一分鐘 你來決定可能兩分鐘三分鐘 沒關係 好 好我們英文版本喔 好 來錄你準備了 好 重錄一段 看喔 來錄你準備 五四三二 My dear fellow overseas competitors Welcome to the digital 抱歉 哈哈 沒有關係 我手機給我 嗯 沒關係 好 好 來 好 來錄你準備好看喔 來錄你準備好看喔 好 好 來另外一段 好 來錄你準備 三二一 My dear fellow overseas competitors welcome to ministers' hall to explain Taiwan's national policy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We invite ministers from various military to explain their policy and current status of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our overseas competitors Today we are so honored and pleasure to invite the newly appointed Minister Audrey Tang of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to explain their military's mission function and prospect to our overseas competitors Now let's welcome our ministry Minister Tang to our overseas competitors Please Hello and good local time everyone I'm really happy to start the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which you can check out at moda.gov.tw in short our mission is to empower digital resilience for all by resilience we mean for example through the pandemic which we countered without a single day of lockdown or through the infodemic the disinformation crisis which we countered without any administrative takedowns the reason why that we saved democracy by being even more democratic is it was the input of all including the novel contact tracing method the 1922 SMS including the mask rationing map including what we have foun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humor over rumor approach to overcome this information and so on the inspiration from our civil society is endless so as Moda's first minister I am committed to free the future together by developing secure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enable our democratic resilience against any and all threats to our democrac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heck out moda.gov.tw thank you very much Mr. Tang thank you so mention that you know free the future together I think we can build a very resilient democracy in Taiwan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our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can share more ideas and innovative action to all our overseas competitors particularly our young generation thank you Mr. Tang for your explanation and presence to our council thank you and let's free the future together thank you OK 好 謝謝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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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順很順 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可能要再照個像 好啊好啊 所以是不是先不...